国际消息要带您看 是发生在加拿大中部的曼尼托巴省 在当地周四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造成至少15人不幸丧命 带您看 画面上可以看到道路上面全是碎片 警方也拉起帆布遮盖受害者遗体 当地媒体报道 一辆货车跟接送长者及行动不便人士的车辆相撞 导致15人身亡 救援部门他们是派出医疗直升机到场 加拿大的皇家骑警也已经安排当地所有的可用资源来提供协助 而曼尼托巴省的省长也在推特上对车祸表示难过